疫情之后观光旅游大增 但是美国并没有承接到他们期待的观光客数量 百货业又碰到窃盗尘封非常惨 美国没吸百货抛警讯 越来越多顾客因为拖欠信用卡债 所以百货业的信用卡收入锐减 还有刚刚提到观光客没有复苏 因此零售业到了第四季还是不好过 而最大的知名伤是窃盗 美国连锁体育用品店迪克最近的财报 第二季营收是增加 但是获利竟然大减两成 就是因为窃盗 旧金山窃盗非常猖獗 零售商家一家一家关店 不过报道一开始 瑞典家具品牌IKEA反其道而行 它在旧金山市区开了全新门市正式开幕 2 1 瑞典家具品牌IKEA全新门市在旧金山正式开幕 尽管选择落脚高犯罪率的市区 仍吸引大批民众捧场 甚至清晨5点就来陪队 这间开在市区的IKEA门市 有别于郊区大店面提供的商品 主打室内家具配备 并以小坪数的主家空间为主 现身开幕仪式的旧金山市长也宣扬 要盖更多新房的目标 就在IKEA热闹开张的同时 所在购物商圈的店家已经经不起切到猖獗 质安欠佳而易渐渐歇业 从大型的西田商场 连锁服饰品牌Old Navi 连锁超市Whole Foods等 如今IKEA的全新进驻 被当地居民视为一道曙光 IKEA也向当地官员承诺 不只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还多了一项让人进城购物的好理由 至于治安问题怎么解决 IKEA表示 会在营业时间部署8到10名保安 以保护顾客和员工安全 因窃贼猖獗而陷入亏损的情况 不只在旧金山上演 美国连锁体育用品品品牌 狄克公布最新财报 第二季销售额增加3.6% 获利却大减23% 业者满腹苦水喊着 都是小偷害的 消息一出 脱离这间主打鞋类的运动用品店 股价暴跌近25% 而CEN记者实地走访这间体育用品店 就亲眼目睹三个人偷窃 并且大咧咧地走出店门口 专家认为 这全是因为司法 对商店扒手判刑太轻 再加上监狱空间不够 导致窃盗集团势力壮大 行径也越来越嚣张 而各家零售商的应对方式不一 除了切到外 老牌的梅西百货 还把业绩下滑的主因指向 到美国玩的外国游客变少 这使得国际游客 在梅西百货的总销售额 目前占不到2% 对比疫情前有3%到4% 此外 梅西百货更紧是 有越来越多顾客 交不出信用卡费 导致他们今年的信用卡 营收大减36% 情况更在6月和7月恶化 为了吸引高消费能力顾客 各大零售商不断在自家旗舰店 砸大钱 包括梅西百货 先前就宣布 斥资2亿3000多万美元 要强化地铁站附近的入口 并扩增人行徒步空间 全球最大精品集团LVMH 也砸重心投资Tiffany & Co 位在纽约第五大道 重新开张的旗舰店 这间门是在动工改装关门前 占了Tiffany全球销售的10% TVBS新闻终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